請問一下櫻芙 妳有一隻狗也陪伴妳十八年之前 對 牠是粉圓 好可愛喔 牠是長毛雞娃娃 對 牠跟我從我高中 然後陪我陪了一路到念大學 然後又陪伴我 就是一直到我上來台北工作 對 是一隻 就是陪了我十八年的狗狗 而且就是從我少女時期 然後到開始親手女時期 然後也一路就是陪伴我 然後陪伴到就是 可能我令經了人生的每一個階段 而且因為牠陪了我十八年 等於我人生超過一半的歲月 都有牠 好可愛 那聽說妳的前男友們 都很討厭牠 對 可是因為我之前 交往的男朋友 就會覺得我好像太過疼牠 然後他們都會講說什麼 我也想跟妳有兩人世界 可是對我來講 我就是可能 例如說我平常工作 我就只有放假的時候 有機會可以好好陪牠 我就會想要帶牠出去玩 可能去餐廳 我想要帶去寵物餐廳 那如果我們要去旅行 我就會說 那我們可不可以找一個 可以讓狗狗也一起 在裡面住宿的地方 然後男朋友就會覺得 好像隨時都有第三者 然後小三這樣吸引不力 太敏感了 對 而且牠會覺得 每次就算要跟我睡 好像兩個世界沒有 狗狗就卡在中間 然後粉圓就在中間睡 然後牠就會覺得 永遠都有第三者 這臥底 對 然後就會認真的有吃醋 妳前一陣子就是婚變 聽說那時候 當時粉圓也非常的貼心 對 因為其實粉圓 本來就是一隻 應該說牠本來就是一個 全世界唯一看過 我所有情人的人 沒有 我爸爸都沒有 知道最多秘密的就是牠 真的 太多秘密了 好可怕 然後就包含可能 像我前夫的這一段 我們其實從 認識的第一天 我們就是大家一起錄影 包含我就是 帶著我們家的粉圓 然後歷經了在一起很多年 然後甚至到求婚當天 牠也在 就是我前夫是抱著粉圓來的 然後也歷經到最後 就是走不下去的階段這樣 那其實牠真的是 我覺得就是因為牠太瞭解 我也很懂我的心情 那其實我們在 比較後面的階段 當然就是可能 都會有一些爭執啊 沒有那麼開心的狀況 那我那時候其實 情緒上一直沒有辦法 去調整得很好 然後 好一段時間 可能都是那種 會有爭執 然後就會以淚洗臉 對 然後 牠就會 就是會填我的眼淚 牠會填妳的眼淚 哇 然後可能我那時候會 牠感同身受 對 而且那時候我會出去散散心 對 然後 對 然後 出去散散心回來 然後牠永遠都在家的門口等我 就是牠擔心我可能出去 就是 可能怕我會想不開或不回來 所以牠都知道 對 所以我就覺得 其實那時候 我在 最後要簽字前 牠的狀況不是很好 因為牠年紀有點大 十八歲 然後就開始可能有一些 看不到的部分 然後失智 老化現象 對 老化現象 然後是我後來已經都是要 牠已經不吃不喝 那我需要幫牠用 用罐石的 我要自己去弄罐石器 然後可能去把飼料肉泥打成一起 然後每天用罐石 然後甚至是每天要餵藥 然後牠會濕進各方面 我就是一直照顧牠 然後到後來甚至牠必須每天要打兩次點滴 打皮下組織 然後我為了這件事情 我就是還要去學怎麼打點滴 就是怎麼打針 我一開始好害怕喔 因為就是你知道要把狗狗的那個脖子這樣捏起來 打針打下去 我真的超級害怕 然後你也感覺到牠很緊張這樣子一直看 你們兩個都很緊張 然後那個針蒂之後又刺了說的 一直一直不敢刺這樣 然後一直試好幾次 然後牠也很緊張 可是我覺得牠 牠也知道我是在為牠好 所以後來牠還是就是乖乖的 就是連哀都不哀 就是我就是讓我打針 然後每天就是 其實牠後面那一段期間是很受苦的 對 然後可是就是牠很勇敢 甚至我帶去獸醫那邊 然後醫生都說很勇敢 就是就是牠都沒有 不會該不會跑 就是乖乖的這樣 那其實我那時候就是一直希望說 我希望可以讓牠在 最後的狀況是舒服的 可是因為可能我那時候也 自己還在 妳們兩個那時候都不好受 對 然後直到我其實 簽字的兩天接納走了 對 然後我那時候其實很崩潰 對 因為我就覺得我 同一時間失去了所有家人 對 就是突然間家裡變很恐慌 就是所有原本在那個家的都走了 對 就是等於是兩千次前兩天 對 就變成心裡的一個遺憾 好 我那時候就會覺得說 妳為什麼不等我 因為可能我之後就是 還有更多的時間可以帶妳好好出去玩 然後有好多的時間可以帶妳出去 可以跟陪伴妳 可是因為我那時候其實很自責 我就覺得是不是我沒有把自己狀態弄好一點 然後讓牠可以也更舒服一點 那可是因為 可是因為後來就是我媽媽一直跟我說 她覺得這是分遠體貼的方式 因為她可能覺得我現在到了 人生的一個轉捩點 那也許我 因為牠後面其實我是很 每天綁死時間在牠身上的 我從早到晚都一直忙牠 那我家人是覺得說 牠也許就是覺得 妳現在已經有一個全新的轉捩點 那牠希望妳就是 好好的過妳的新的人生 新的開始 然後所以牠覺得 也許就是在一個同時階進行 可是你痛一下就過去了 然後之後就是 妳完全展開妳全新的人生 就是牠不打擾的方式 所以是粉圓最後貼心的禮物 對 牠就是 讓妳舊的都通通放下 對 然後就也變成說 因為之前可能也顧慮到 牠身體的狀況 所以我有一些事情沒辦法做 或有一些計畫沒有辦法進行 那現在就會變成 就是一個全新的人生階段 然後就是想要做什麼事情 我家人都說沒關係 你沒有任何家咧 你就去做吧 就是想要幹嘛 你也不用每天一定要回家 你就就是 你想要追尋你的夢想想要幹嘛就去做 那因為 好沒事沒事 這樣講第三輪的撐住 好不容易走到這裡了 對 加油 不要來這一套 然後因為其實牠就是 一直以來都是一個 很不喜歡麻煩人 不喜歡麻煩我 然後像我平常可能看出 牠就是乖乖在旁邊 牠盡量不打擾我 所以即便我那時候 他剛走的時候 然後我一直覺得 你陪了我十八年 你怎麼都沒有托夢給我 你怎麼都沒有進來我夢裡 我這件事我好生氣 好在意 然後我就覺得 怎麼會都沒有來 然後又覺得我 那真是那麼孤單你怎麼都沒有進來 然後直到有一天 我就突然夢到 應該這樣講 牠走的時候我是把牠火化 然後牠火化的骨灰 我是幫牠種了花盆 那就放在陽台 那這件事我就是每天看著花盆 就好像牠還在身邊這樣 然後可是我那時候一直很在意牠 為什麼都沒來我夢裡 直到有一天我就突然夢到 那個花盆長青胎 然後我就想說不對啊 我每天都去看牠 怎麼會長青胎呢 然後我醒來以後就在想怎麼會 然後我就趕快跑到花盆去看 自動灑水器壞了 裡面整個淹水了 就是整個花盆淹水 那個花都快枯了一整碗泡水 然後我就嚇一大跳 我想說那真的是牠的個性 就是我希望你開始你的新人生 可是我如果真的有需要 我還是會跟你說一下 注意一下好不好 狀況了 我如果真的肚子餓真的有狀況 我還是會跟你講 還是主人的關係啦 你要照料牠 然後就覺得這就是牠貼心的地方 牠貼心牠展現愛的方式 對 化身成那個植物 對 我覺得對你來講很不容易 陪你18年的寶貝情人離開 然後你的婚姻也結束了 對 也讓你對愛情有一個新的禮物 對 因為我就會覺得 很多時候我們可能在 我們常常可能在很多關係裡面 我們都會給一些口語的承諾 然後我們都會覺得每段關係 我們當然都希望可以天長地久 我們可以一直走下去 可是後來我才覺得關係 是一段非常脆弱的一件事情 就是牠其實很容易在 你即便已經做了所有的努力 可是不見得都可以往 很好的方向去達到 然後很有可能 有一天你們的關係就不在了 可是狗狗不是狗狗 就是一個永遠愛你 牠就是對你很忠誠 而且牠把牠這輩子的愛 都只給你一個人 牠不會有 突然間關係就斷掉這件事 但除非有一些特殊狀況 不然正常來說 牠就是把牠一輩子都給你 然後我覺得這才是 真正的天長地久的關係 就是不是那麼脆弱容易結束的關係 所以你剛剛也排取得超快 對 很有感觸 所以這樣聽起來是 感覺是不再相信愛情了嗎 我覺得不能說不相信愛情 可是我更相信的是可能 毛小孩給我們的一些 給我們的愛更滿 然後也更持久 我覺得我也 我還願意相信愛情 可是我覺得 當然我覺得可能像 人類需要思考的東西很多 你可能生活有一些壓力 然後自己每個人都有 就像妳說的 可能女朋友還會吵架 還會幹嘛 可能人跟人相處之間 一定摩擦會比較多 那你跟狗狗可以回到 最單純最純粹的關係 所以其實狗狗上學到很多 我們這個人的世界比較複雜 但是狗狗牠的世界很小 反正是最單純的 對